如果大家不熟悉他 應該要熟悉一下他 他不是新人 應該都入行兩年了 其實正式是去年十月而已 但因為前兩年我一首歌 做了電影的插曲 但那時候就不算是正式入行 那這次就失點了 那也不算正式入行 算自己 總之出點才是正式入行 你未出生就入行了 你爸爸的關係 你這樣說是壞的 現在你說什麼 靠負音嗎 你自己沒得靠負音就不要眼弄別人 這只有我二世祖 我告訴你其他沒有人是 先不要聽歌 講樣子應該不是靠負音 應該不是 沒有什麼關係 跟爸爸的樣子 有一點覺得應該是什麼 應該沒有關係 是不是不像他 不像 剛才我說陳明熙沒有人指證我 因為那個字好像是稀詞 我們說陳明熙 你不指證我才不合 因為我知道那個字很奇怪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有他嗎 你自己的名字也有他 好 靠我們重新 我們今天的嘉賓歡迎你 陳明水 陳明水 不是啊 我剛才有閱讀障礙 我一看的時候 我以為是陳明憲 這個字 哈哈哈哈 誰撿個憲 因為我有閱讀障礙 所以我看字的時候 我只是看外框 如果你說你火爆 我們也想看 你對男生可以有多少火爆 我先講一個例子 讓你自己想一下 有沒有試過跟人在西陽賽街 跟男朋友大鬧 在街上大鬧乾火 那也不會 因為我是很難發脾氣 但一發就 某些人會一發就很大 講一次 講一次 試過跟男朋友大鬧 真的試過 很多人都做過 在街上鬧 走了 然後跑走 剛才我問你這個例子 有沒有 你又說自己沒有爭 沒有爭 不是西陽賽街 是冤獄街頭 5th Avenue 不是罵的 真的不是罵的 就是這樣走 所以我一聽到 我心裡一來 我不發脾氣的 我一聽到這句 我就來一來 因為我聽到每一個女生的聲音 是我不發脾氣的 我就是黑臉 黑臉 黑臉都不會承認的 黑臉都不會發脾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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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是這樣說話 怎樣才是說謊 我知道我認識了 第二個不告訴你 當然是說謊 是啊 那有沒有小一點 你都會生氣的 我今天洗了 我沒有洗澡 就坐在沙發裡看 你會說你臭臭的 你有沒有洗澡 沖了 沖了 我的簡易是這樣的 不是原味嗎 在家有沒有洗手 就洗了 那這些算不算說謊 這些衛生的問題 都算的 都算你都會真生氣的 不過不是那些女生 就算她自己說 她黑臉她不承認的 你一定認的 就說我不出聲 你這樣也不是黑臉 她就會說 我懵自己 都是懵自己 就當是不關人事 我懵自己 為什麼會喜歡 一個不洗澡的人 但是男生無關你事 男生經常說無聊的謊 對 我不會討論這些 但其實你不能討論 很簡單 男生跟阿強吃飯 但告訴你我正在開OT 他只不過跟阿強吃飯 但是我覺得男生不明白 就是有時候不需要說這些謊 其實那個女生都不會 快回來 或者真的很搶 你現在說謊 真的 為什麼男生會說謊 我不會 我先跟你說正常邏輯 如果我打電話跟女朋友說 今天我跟劉雍和大哥去做 你可笑我忘了 對呀我煩逆敏 吃個蒸氣邊爐 你會說 那你吃吧 我在家自己煮公園麵 而回來 你又真的 回來啦 沒有人會說謊 我先說正常邏輯 當然 你當然是這樣說 女人是一樣的 我可以接 就是那個女人說 那我不吃東西我等你 你不用說任何東西 你已經可以 讓男人吃得很不安 我告訴你 有些嘴唸 現在結婚後 跟爸爸媽媽吃飯 都要說謊 你這個話 你又在說真話 你又在說真話 男人在說真話 你不要煩東西 你媽媽進來 我已經十幾年沒見過 我媽媽 才能結婚之後 你媽媽也沒見過 不是真的不會 如果說真相 我真的不會生氣的 我也是不信的 不要 我已經輸了 被你們包圍 不是 你這個金牛菜 不能補給兩人 金牛菜 金牛菜 金牛菜